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众心期盼未来我们能够更加的简易的合作来交流 我的方理能够更加的深化 人民的感情能够更加的远顾 也能够持续在国际上面 大家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人权 不像威权妥协 能够对国际社会做出具体正面的奉献 赖副总统抵达后行程满档 随后出席新都道路工程动土典礼 并且参观国合会技术团农场 他聆听国合会帛琉技术团团长蔡明德简报后 以三个了不起称赞技术团的成果 赖副总统表示原本以为只是原意 结果发展到水产养殖 还到社区宣传糖尿病防治等等 发挥外交 农业 教育 卫生 和基层服务等功能 内副总统的行程 帛琉总统会数人一路相陪 也与国宴款待 内副总统表示 期盼11月16号恢复台博定期航班后 能从每周两班增加到每天一班 旅客人数冲到4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